为什么突然转给他推销男士产品 得到的回复是不清楚 之后他直接打电话 和给电邮韩国总公司的Liotone 董世宇先生 但是一直没有回复 同样 Bundle B第44到48页 是我帮我当事人 委托市场研究公司做的 网上问卷调查 500份问卷当中 有400位是女性 100位是男性 有92%认为 一提到韩花集团 就想起韩花之雪这个牌子 受访者当中 有96%认为 韩花集团 只是售卖女士美容产品 问卷结果很清楚告诉大家 大多数人 已经将韩花集团和韩花之雪 画上等号 法官閣下 这次的诉讼 并不是被告代表律师口中所说 连小学生一听 就知道谁错这么简单 是 韩花集团和我当事人签订为期一年的 雇佣合约 指明在他频道推销新产品 正如问卷结果 就是随便的角阿水来问 都知道我当事人是推销女士美容产品 虽然合约没写 但肯定属于双方都明白 和认知的隐含条款 而且我当事人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 才建立到现在的形象 我当事人不是蓄意违反合约 实在是无法履行合约 因为他不想破坏这么多年来建立的形象 1978年 英国书物院有一案例 BP Reviary Westernport Property Limited and President Counselor and Repair of the Shire for Hastings 说明在什么情况下 适用隐含条款 2001年 终审法院就Kingsland Realty Limited and Repair of the Shire for Hastings Limited Limited and Another 上诉一案 亦採纳了这个论点 考虑过相关的证供和证据之后 本席裁定 被告违反双方雇佣合约 无合理理由 不知负如新 及单方面终止合约 命令被告向原告作出赔偿 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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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想想如何庆祝 看看这个团队 又加了很多建议 有人想起就最好 10分钟女儿有个儿子 又是脱星 还拍过裸照 这样的女人我都会拒絕 我之前一定是鬼一晚 又告我 怕女儿子没有公开 那你也看得上眼 人妾无脑 还是无脑的人 是妾一些的呢 我整个女儿最有脑的就是选了Will 他有目标 他靠自己不像你 就是靠家 你先回去, 自己小心 你也是 你这些人应该叫近老族 一天最坏都是他 又说做足准备又把握 结果呢 开订前我想提出新方向的 但是希少你又 还拼嘴 什么什么什么 你给我手拔吧 还说妙税礼王牌 现在知道你废佬的朵怎么来的 你怎么毕业的 插兜不殊业就此 什么都报记者田康南 希少刚才对客人指控你 看来你真的大学没毕业 你说什么 我告你诽谤 有真凭实据 就不构成诽谤 法律是人称希少的老少希律师 报称在英国剑克大学法律学院 1998年年度毕业 但是学院邀请了 说那年毕业新名单 没有你的名字 我懶得跟你瘋 你那个执业资格怎么得到的 你在当选律师年会历史 记者访问你 对改革AA1996有什么看法 你就说想我访问轻松一点 多说一些自身的经历 结果没有回答这条问题 那有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问题 首先你知道什么是AA1996 还有你通过PCLL那年 其中一条词题就是关于AA1996 你看它轻轻机 读得法律的 没可能不懂英国的续材化 Artipation是1996 你还一直声称自己最擅长的 当然是公司和商业法 这么好的机会 让你表现自己有多威力 有多厉害 以你的性格 怎会不大法伟论 所以我就找康南起了理底 果然一查就有料到 今次真的很厉害 你们不要误到我误到我 我现在给你时间解释清楚 否则, 我就直接把这件事 交上律师联盟 你整班都是疯了 外府? TVB Anywhere Plus 全新英國獨家月費組合 只限WhatsApp登記 想知更多 快點檢查這個通訊號 跟我們的同事聯絡吧 最強支援後騰 一旦確定方向 就不再看回頭 所以 有疑慮 找思慮 思慮幫到你